《河阳湖》 也使得这里所孕育的美食既有山的醇厚也有水的清炼 大家好 我是本期寻味特判员苏华 请跟随我一起寻味湖口 在山水之间赴一场唇齿流芳的北贝之乐 作为江湖香蕉的药虫 湖口有着独特的水门地貌 要寻访这里的美食自然离不开一个水字 初秋时间我知道湖口的水田中有一口鲜甜已经成熟 这就是磷 它的果实形似鸡角 就是我们俗称的磷角 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和印度人懂得享用磷角之味 而湖口人更是烹调磷角的各中高手 只是想尝到这一口可没那么容易 这彩磷角看起来挺好玩 我也想尝试一下 大姐你们好 好 可以跟你们学一下彩磷角吗 可以 派个老师来接我吧 看起来特别有意思啊 很像我们小时候洗澡用的脚盆 大姐你的这个船是不是深一点 不容易翻一点对吗 那我做你这个 彩磷小船行似枣盆 新手很难掌握平衡 手忙脚乱了半天 我终于顺利出发了 哇 这边的林车好多 这边都是没踩过的 随便捞起来一个 里面都有好多 林轿又有水中落花生之称 能轻热解暑 生津止渴 它既是虎口人的家常蔬菜 也是轻口解馋的十令水果 林轿富含淀粉 质地清脆 活阳湖独特的水质 使得虎口林轿带有回甘 采下生吃 最能解惠其中的清爽鲜甜 哇 太脆了吧 这是我讲的林轿 而要尝到林轿更丰富的滋味 必须要去往采灵人的家中 那大姐 那我们剥完林轿之后 今天晚上准备炒几个菜 你想吃吗 对 你想吃啊 我这辛苦半天了都 我还不想吃 你想吃 炒一个 炖一个 红烧一个 三个 对 让你炒 太棒了 加油 加油 好 咱们快点剥 姐妹俩 姐妹俩原本都在外打工 因为担心父亲操劳灵堂太过辛苦 他们都选择了回家 那有没有想过回来之后 就是可能挣了钱 没有打工那么多呢 肯定是没那么多 但是要帮着老爸 他先这个不熟上来 要掉下去 就中了就白费了 钱少让你没关系 怕老爸心疼 身体也累 心也疼 到时候浪费了 父亲不善言辞 只会用美食靠为家人 菱角入锅 翻炒至七成熟 加水后继续炖煮 之后依次加入番茄 木耳 青菜 菱角中的淀粉大量吸出 使得汤汁浓厚成芡 原本清淡的菱角 也饱尽各种滋味 变得口感绵软 回味鲜香 这是众林人家 家常的菱角杂酥汤 而更精彩的味道转化 需要猪肉的加入 自家土猪肉热油爆香 加入菱角一起翻炒 高温锁住菱角内部水分 保证口感爽脆 猪肉中的风味物质 随油脂融解 就在卷入菱角内部 浑素两味 相互交融 相互成就 最后用辣椒啄色增味 便是一碗菱角烧肉 开饭咯 这个菱角烧肉好香 我看你烧的时候 我就最想吃的 就是这道菜 我感觉这个菱角 跟我白天吃的 又不一样了 白天如果说 那个生菱角 它是一种 很清甜原始的味道 煮熟的菱角 它就非常的厚实 非常的朴实 在现在烧过之后 华丽变身 每一个菱角的菜 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 但这个非常的香 有肉香在里面 好香 这个好费 好费 今天白天的时候呢 我唱了一首歌 还记得什么歌吗 彩虹铃 对了 彩虹铃 记得怎么唱的吗 再来一个 我再来一个 好 就好像两条铃啊 同日生啊 咱俩一条心 就走了 为什么突然想唱这首歌呢 因为通过今天的这个彩虹铃啊 不仅让我刷新的 对红铃的认识 非常的好吃 而且呢 更让我感受到了 一家人 一条心 来我们一起 没有干杯 我们干笑碗 主熟的铃角厚重朴实 默默衬托各种食材的滋味 一如中国家庭中 那份不外露的亲情 悄悄静润着每一个人 湖口美食尽在山水两位 铃角是水中之鲜 但却不是独一无二 湖口县披陵陀阳湖 要说起水里的味道 怎么少得了陀阳湖鱼呢 默默湖沿岸料理 湖鱼的手法呀 各有千秋 而在湖口 只有酒糟鱼 才是地道本类 但是要想尝到最原始的 手工酒糟鱼 即便是在湖口 也并非一世 酒糟鱼是湖口特产 已经有了成熟的工业生产体系 想要买到并非难适 有没有酒糟鱼卖啊 有 这个就是酒糟鱼 是啊 太棒了 这是工程厂做的 一看就很下饭 好 这个我要了 酒香混着鱼香 丰富的味觉层次 让我更想去寻仿这种滋味 最初的模样 你好 那个我问一下 知道哪里有那个 做酒糟鱼的吗 有酒糟鱼 是酒糟鱼 现在是这个样子 现在没有了 没有手工做的了 你好 我问一下 你们知道哪里有做酒糟鱼的吧 酒糟鱼 手工做酒糟鱼的 有但是不晓得在哪里 因为工序繁复 手工做酒糟鱼的人 越来越少 大叔 您知道哪里有在做酒糟鱼的吗 他会做 您就会做酒糟鱼 您这买鱼 是正准备做酒糟鱼吗 对对对 太好了 找到了 这做酒糟鱼要买什么鱼啊 我们一般买草鱼 做酒糟鱼 是洛宝华大叔家传的手艺 在酒糟鱼随处可买的湖口 他依旧固执地坚守着传统的方式 选用当日捕获的鄱阳湖草鱼 刮去鳞片 去除内脏 只保留鱼身肉质最肥厚的部分 顺着鱼肉的纹理 纵向切入 贯通头尾 这被称为盐线 是风味物质渗入鱼肉的交通药道 双手仔细搓揉 可以保证盐与鱼肉最大限度的接触 这是手工的独有魅力 撒完盐后的鱼 摆放也颇有讲究 必须横竖交叠 错落有致 这样渗出的盐水 能最大限度流进每一条鱼 保证腌制的充分 静静等待24小时 盐使鱼肉细胞破裂 水分大量渗出 为久的浸乳 流出了足够的空间 研制好的鱼取出亮晒 水分被进一步风干 鱼肉中的风味物质也被成倍浓缩 这个过程长达半个月 需要人与自然的默契合作 彻底晒干的鱼肉将成为最好的风味载体 等待酒糟让其再次鲜活 酒糟原是酿酒后剩余的残渣 新鲜糯米中洒入酒区 之后大火蒸熟 催化发酵过程 糯米中的蛋白质最终转化成酒精 而剩余部分就是酒糟 原是不再堪用的废料 智慧的虎口人 却赋予了他惊念绝伦的二次生命 鱼干和酒糟充分搅拌 然后一起装入坛中 此时需要细心密封 隔绝空气 若大叔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只要交给时间就好 经过一周的等待 酒糟鱼已经脱胎换骨 酒糟中的酒精之化 滋味愈加醇香 原本脱水的鱼肉在酒的滋润下重新变得鲜活 这是人和自然共同创造的味觉体验 只需简单清蒸 既能下饭 一口多酒 是虎口人家简单而又满足的一餐 酒糟鱼来了 尝一下 好香的味道 这个酒糟鱼呢 我觉得真的是鱼米之香的味道 你看又有鱼又有米 夹一块鱼肉在嘴里 越嚼越香 这个酒的味道和鱼的香味 慢慢的就越嚼越出来 特别好吃 这也是您的家传手艺 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在我这一带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 酒糟鱼在我们湖口这一带 不是原来都是家家户户都做 现在因为这个酒糟鱼的加工的程序比较多 比较复杂 所以有这个人事权 我们加一只就 我们把那个生意权都加到一带 工业生产 让酒糟鱼的味道能更广泛传播 而传统的手工 则在时刻提醒我们这个味道最初的来源 两种路径从不相悖 美好的滋味一直殊途同归 湖口不仅水网密布 更有连连丘陵分布其间 就在这些山地中 隐藏着湖口人最大的味觉密码 得益于鄱阳湖畔肥沃的土质 湖口黑豆形状圆润质地饱满 穆大姐知道 用这些黑豆做成的豆豉是家人的罪案 黑豆过水清洗掉所有杂质 杂质会影响发酵 最终破坏豆豉口感 丝毫不可马虎 洗净后的黑豆入锅加水 用大火煮熟 很香啊 好香 有豆子的清香 这样直接吃都可以 我觉得 现在豆子煮好了 接下来要干嘛 花销了 煮熟的黑豆摊开等待发酵 此时黑豆中的蛋白质变性 微生物更易生长 但是发酵还需要一样秘密武器 龚大哥 您在找什么呢 我在找药材 找药材 找药材干什么 找药材 做豆豉用啊 做豆豉要用的药材啊 什么药材 黄金纸做豆豉 发酵比较快的 黄金纸是一味中药 可去风截表 化碳止咳 理气止痛 不仅能加速发酵 还能赋予豆豉药用功效 黄金纸来咯 传统豆豉就是用黄金叶 发酵比较快的 虎口的秘方 是 一般轻易不会强人 发酵需要一周左右 美味总要耐心等待 而在虎口的另一边 有一大锅黑豆也即将蒸熟 它的主人周江林 是虎口豆豉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 与木大姐家的黄金纸不同 周江林会加入自己秘制的五香粉 五香粉能让豆豉产生更立体的味觉 配方自然是最大的利益 白色的菌丝开始生长 黑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和糖 豆豉的风味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逐渐产生 与此同时 菌丝产生包子 一种苦涩的味道也在生成 此时需要将黑豆表面的菌丝弄碎 再将黑豆冲洗干净 防止包子的苦味附着 洗净的黑豆将要进行二次发酵 木大姐依旧用黄金纸调味 与第一次不同 第二次发酵要彻底隔绝空气 外表平静的瓦缸中 一场翻天覆地的转化正在内部上演 长达几天的时间内 微生物进一步分解黑豆蛋白质 产生丰富的腥味氨基酸 甜味氨基酸和还原糖 最终形成虎口豆豉的独有口味 而周江林的豆豉还需要一道特殊的工序才能成型 多种中药熬煮成汤倒入豆豉之中 调味增强的同时也赋予了豆豉养生保健的功效 火烧骨的小鱼干滚油炸至香酥金黄 只用豆豉调味便能激发鱼肉的极致鲜美 坠上一把辣椒就是一碗名声在外的虎口豆豉鱼 同样的手法也适用于猪肉 猪肉过油激发浓郁肉香 撒入豆豉加水炖煮 没有人能抵挡这道豆豉烧肉 木大姐用豆豉的味道装点家庄的餐桌 这是湖口人寻常生活的鲜味调剂 豆豉既能是家常滋味 也能在高档宴席占有一席之地 周江林最擅长用豆豉宴招待亲友 豆豉鲜鲜鱼 用豆豉的咸香反称鲜鱼的鲜嫩 豆豉扇背 海洋与丘陵的滋味碰撞 是专属湖口的神奇风味 成就各种食材的精彩绝伦 自己却默默衍生背后 豆豉不易争抢 却以滋味绵长 湖口多山 勤劳智慧的湖口人 就在这山间开啃出了一亩亩的稻田 山水交融的地貌 也预秘出了一位山水交融的美食 正是这里产出的稻米 将通过一连串的繁迫的工序 化身成装点湖口人 美好生活的一样特色食物 湖口吧 当机的新稻已经丰收 但要尝到正宗的湖口吧 我还需要去见一位高人 胡奶奶你好 您在忙活什么呢 哦 这就准备做米巴了 哦 有喜事所以做米巴 哇 我早就听说您这米巴做得特别棒 所以我是专程来拜师学艺的 新秀的稻谷脱壳成米 加水充分浸泡 之后入锅翻炒 高温使得淀粉膨胀 大米逐渐产生粘性 直到能在手中捏拢成团 我来捏一下 是可以的 可以吧 可以吧 只用一把青盐做底味 就足以衬托新米的清甜 而食用油的加入 则是这场咸甜之欲的点击制度 胡奶奶知道 油汁的风润口感 将彻底激发大米本身的清新干裂 继续加水 反复揉烟摔打将近三十分钟 大米中的汁面淀粉 吸水膨胀 相互牵扯 与蛋白质相运 形成食物胶 这是巴口感Q弹的最大秘诀 取出家中珍藏的模具 让你怀疑上朵出的祝福 这便是苦口硬发 滋味藏在里面 心里却显而易见 如果说运包是胡佛吧的质朴本味 那包心吧 如仪就是浓墨用彩 豆角切丁 萝卜泡丝 相互切片 猪肉剁泥 食材种类布局 搭配风景油人 因为他们都是配角 真正的主角 还在胡奶奶手中 这个米巴要怎么包啊 打扑 弄薄 多一点 拖住它 全部打开 好 好紧张啊 米团搓揉成球 打包成手掌大小 就能包入各种馅料 包心吧做法类似饺子 最大的区别在于最后一步 需要将包裹馅料的巴 在手中慢慢压扁 让馅料和米巴充分接触 然后放入锅中 隔水蒸熟 在揭开锅盖的瞬间 成就一道滋味万千的 虎口包心吧 女儿的乔签面快要开始了 胡奶奶的礼物 还剩最后一样 豆巴 称适量的大豆粉 按三比一的比例 加入到米粉中 充分搅拌 再加入大量的水 让米粉彻底溶解成糊 接下来便是时间和温度的夜市 铁锅刷油 蒙火升温 米团乳锅迅速摊平 盖上锅盖 等待时间 必须精确到十分量 丝毫不可含护 才能成分扣发 如有水感 豆巴趁热切成细条 就在最终的美味会变 而最终的滋味共行 胡奶奶需要女儿的帮助 这是母女间的小小默契 小剑宴即将开始 我也跟着胡奶奶出发了 你们呢 看这新家真漂亮 一分 你来 你好 奶奶给你送吧来了 这么开心了 这么开心了 开心之前 女儿在厨房开始炒豆巴 只用青菜作料 只是最普通的寻常之味 便是母女之间 关于家的悠长回路 哇 忙了一天了 终于可以尝一下正宗的 虎口巴是什么滋味了 来 你也尝一个 来 好吃 好香 有一种米香 后是很有调整 想不到 这小小的 一定 可以 也变成这么多的 这个形态 这种是这么丰富的 能够让我们 为这一月的 拿来 我觉得真的 不得不佩服我们 劳劳人民的智慧 作巴在虎口女人中 代代相传 是首意的传承 更是心意的传定 而巴中的那份心意 总能准确抵达 要去的地方 今年的灵角 是一次难得的丰收 有姐妹俩的帮忙 父亲不用再那么操劳 骆大叔又开始 谈一种交易了 他知道 这份手艺 一定不会断绝 穆大姐还在准备斗尺 准备寄给孩子 这是牵着 在外游子的 味觉之线 巴则是一天都不能缺席的 汁味老友 这些就是 虎口汁味 下周晚 寻味江西走进上饶 饮四季之水 是什么造就了 如玉的洁白 水果也有足谱 百年亩树上的金果 竟然价值千元 浑身是四 落水的鸡头里 又藏着什么样的 柔软美味 寻味特派员萌萌 带你深入原产地 追寻美食源侯